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说到肾这个器官真是太重要了 它负责为我们的身体把关 吸收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 再将废物过滤排出 但是肾脏一旦损伤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哪些情况会影响肾脏 吃得太咸 长期高盐饮食会加重肾脏负担 高盐摄入还可导致高血压等认证 吃很多肉 长期使用大鱼大肉等重口味的食物 会给肾脏造成极大的负担 使肾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 如果可以的话 在饮食方面一定要多样化、健康化 切记饮食结构单一 切记重口味 一、喝水太少 饮水过少 大家熟知的是容易导致肾结石 研究也证实 饮水过少导致尿量降低 降低了对尿路的冲刷作用 从而尿中溶质以过度饱和形成结石 二、常憋尿 经常憋尿的人 尿液排泄不出去 倒流就可能会伤害到肾 所以当尿一来袭的时候 就赶紧去厕所吧 千万别憋着了 那么有的朋友应该比较关心 就是平常哪些食物呢 吃了可以把我们的肾气变得比较充足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几个食材 第一、桑肾 桑树整个都是宝贝 它桑叶是药 桑肾也是药 所以桑肾打果汁这样喝下去 对肾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黑黑的桑肾补肾 红的桑肾补血 经常要在一起吃 心血、心肾都补到了 经常吃的话 对肠道是非常好的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就是一般打果汁 不都是喝那个冰冰凉凉 那这样不就让肾的肾气又少了吗 是的 所以不能喝冰凉的 肾是为什么不可以喝冰凉的 因为人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个温度在 当温度低于体内的温度之后 我们必须加热 体内必须加热 加热就是耗你的肾气 是耗你肾气之后呢 才能加热到这种 跟体内温度一样 久而久之 人就很虚弱 所以我们喝果汁 还是要喝那个均温的 现打现喝 第二就是黑豆 黑豆当中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含有大量的卵磷汁和蛋白质成分 其中的矿物质元素含量也比较高 尤其是铁元素 在吃了之后能够达到提高机体造血功能的效果 达到预防缺铁性贫血的作用 黑豆还具有补肾益气功效 可用于改善肾虚所造成的四肢乏力和精神倦怠 同时对于头晕头痛和面色尾黄也能起到调理效果 第三 腰果 腰果是一种肾形坚果 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也可入药 有补肾养血 健脾止咳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腰果中的某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有很好的软化血管作用 能保护血管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腰果中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一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促进脑部氧循环 增强记忆力 腰果中含有大量的油脂 有美容润肤 延缓衰老的作用 还有消除疲劳 防癌抗癌的功效 第四 黑芝麻 黑芝麻是料食两用的 一味食品和药品 其性贫未干 黑芝麻具有补肝肾 润五脏 抑气力 长肌肉 填脑髓的作用 可用于治疗肝肾筋血不足所致的 眩晕 须发早白 脱发 腰细酸软 四肢乏力 五脏虚损 皮肤干燥 具有润肠通便等作用 第五 龙眼 龙眼补肾效果很好 龙眼糖酸含量很高 且含有能被人体直接吸收的葡萄糖 体弱贫血 年老体衰 久病体虚 经常吃这些龙眼肉很有补益 这五种食物能养肾 抗衰老要常吃 保护好肝脏 从日常饮食作息哦 接下来我们做这四个动作 肾气足 身体好 人不老 一 按摩腰 中医认为腰为肾之腑 腰部是肾脏所在地方 腰部的健康影响到肾脏的运行 同时肾脏的好坏能够决定一个人腰部是否健康 因此按摩腰部可以有效地帮助补肾 两手掌对搓至手心热后分别防止腰部 手掌向皮肤上下推拿腰部至有热感为止 可早晚各一遍 每遍约200次 此运动可补肾纳气 二 捏耳朵 在我们的耳朵上也有很多穴位和肾脏联系 按摩耳朵对于养肾也有很好的帮助 一些常见的肾脏疾病在耳朵上能够显现出来 经常按摩耳朵能够起到健肾养肾的作用 按摩耳朵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耳平 双手的手指在耳平内侧 用食指、拇指进行提拉 每次时间控制在三分钟 也可以用手指轻轻地刮耳朵 耳朵这个时候会发出嗡嗡的声音 每次三十下 每天做五次 能够很好的强身健身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三 搓脚心 脚步素有第二心脏的生活 在脚步上隐藏了诸多重要的养生穴位和经络 而经常对脚心进行搓按 则能达到不错的刺激效果 另外 在脚心的位置便是咏泉血所在的地方 而中医认为 咏泉血是肾经上的重要穴位 所以 通过按摩脚心 则能有效地对咏泉血 产生良好的刺激作用 这也是间接疏通肾经的有效方式 因此 这对于促进肾脏中精气的生发 以及改善肾脏处气血循环大有必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